你在看的是天下卫视 天下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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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最新最快的娱乐综艺节目 当然要看24小时中文频道天下卫视 无论你是喜欢看韩剧 大型真人秀 娱乐新闻 美食节目 粤语剧集 又或者电影剧场 天下卫视都会为你一一呈献 而且我们还有本地制作的娱乐节目 跟一个不同的视野 夺定精彩的节目 正在天下卫视 根据人口资料局 在今年1月份公布的资料显示 全国65岁以上年长者人数 在未来大约40年之内 将会增长超过两倍 从现在的4600万 上升到大约9千万 所以社会高龄化问题 开始受到关注 有很多可能已经在家长者 他们没有办法 因为行动的不便 他们不能再出来 我们就会送餐送到他们的家 跟着跟他们谈谈谈 看看他们什么需要 或者看看他们会不会在家 会不会发生了意外 也有个人可以看看他们 在三番市 目前有超过15万年长者 也有大约20间老人社区中心 以滿足迅速增長的年長者需要 除了每日安排活動之外 亦都會盡量提供符合飲食習慣的飯菜 以主要為華裔年長者提供服務家安老自助處為例 他們一直以來跟聯邦政府和三藩市政府合作 推出各種老人營養套餐 第一間亦是唯一一間機構提供中式熱餐給我們的長者朋友 這項營養善食計劃的所有食物 都由專業營養師專門為長者配製 並且以低鹽、低糖、低脂肪為基本要求 營養善食計劃又分哪幾種服務呢 到底甚麼是老人營養餐 大家應該又怎樣去用餐呢 安老自助處的送餐團隊 每日是怎樣保證把飯菜熱辣辣地送到長者手中呢 請收看助觀天下 今年74歲的金剛平女士在廣西出生 她在4歲的時候跟隨著家人移居到香港 後來也曾經在台灣做過小學老師 40年前因為丈夫遇到車禍 她帶著兩個小朋友從桃園來到三藩市 自己在這裡開了衣場 開了12年 後來就退休了 然後一直在這邊住 目前住在中國城的金女士 在退休之後 生活就過得非常規律 每日上午總會在9點左右出門 前往安老自助處的康樂中心 我們準備帶你到健康中心去運動 你準備參加一下運動 我常常都參加這個運動 其實位於中國城的康樂中心 不是只有一個 而今天她就選擇前往中非康樂中心 來參加這裡的活動 對他們給我們很多節目 好像我們吃飯是主要的 然後有很多唱歌 跳舞的 還有其他的手工 在三藩市的安老自助處 一共有10家老人活動中心 中非康樂中心 是規模較大的一家 在這裡 任何一位已經年滿60歲的老人家 除了可以參加活動之外 亦都能夠在這裡 享受一頓中式熱餐 一些老人 一個很健康的營養 就是說 有鹽多少 就很正常的 有肉有菜 每天就是這樣 聶惠晶女士 就是營養膳食計劃的義工 現在她經為這個項目 服務了第11年 每天都是從上午10點鐘 就開始進行午餐準備工作的聶女士說 她最開心的 還是見到這些年長人士 享受用餐的樣子 每天都有七八十人 有時九十多人 有節目的人過來 各個負責人 各個就全憤怒了 我們就一碟碟不講 去給老人家吃 有時有三果、牛奶 首先七種牛奶 然後才七產 每個人都很滿意 好悔心 所以就 在康樂中心裏面 每一個星期的菜單都會更新 所以可以令到在這裏活動的老人家 每天都能夠品嘗到不同的味道 每個月多多都要餐的餐蛋 今天我們吃什麼 您給我們介紹一下 沙茶 蒸魚排 白菜和紅蘿蔔 白菜和紅蘿蔔 來講 首先金剛屏女士所參加的活動 是於安老字助處的聚餐服務項目 而這個項目 只是長者營養餐項目的一部分 趙曲蘭女士擔任安老自助處的營養部主任已有七年 當初因爲所學的專業再加上對社區服務的月成 令她決定投入這份工作 而趙主任亦都說 其實這項計劃的服務範圍不單止在三藩市 大約三藩市加上Saint Mattel 加上Santa Clara 三個城市 我們大約每年都有做一萬個不公開客人 到了1974年開始 我們是第一間也是唯一一間的機構 提供中式熱餐給我們的長者朋友 我們一年都供應成安老自助處有40萬個餐 在1966年成立的安老自助處 長年為年長者提供了各項的服務 亦都幫助到很多行動不便 獨居或低收入的長者 我們所有的服務都是不需要錢的 只要他們是超過60或60歲以上 他們都是合資格去參加我們的活動 當然某一些服務 我們就有一個叫做Suggested Donation 即是建議捐款 就是希望在這些資金上 亦都可以幫忙 可以令到我們的項目 可以繼續有一個可持續性的發展 我們要在兩點鐘之前 最好就是在點半之下 點半就是一定要送到去 因為我們每天是在兩點鐘之前 我們全部要完成了我們的工作程序 我們要去看看 當中非看錄中心的義工 正在為參加聚餐的老人家 分發午餐的時候 鍾國城另外一邊 在少日夫著氏夫人 奇英中心服務的溫永全 正在為在三藩市不同地區的年長者 分裝午餐 來自香港的溫先生 就是安魯自助處送餐服務的負責人 因為我是在香港過來的 我在香港已經退休 初初我沒有想著在這裡工作 但有個朋友 他是在安魯那裡工作的 他說剛剛安魯那裡有個 跟老人家服務的位置 那你有沒有興趣去做 沒有問題而已 跟老人家服務 那我就有幸 安魯又接受了我 給我一個機會 我一直都在工作這個位置 十幾年都是送餐給老人家 風雨不改 溫先生說 每日早上11點鐘 火食承包商 將當日營養餐運送到中心 而他們就負責將大量的食材分裝運送 在分裝完畢之後的大約兩個小時內 溫先生就必須跟他的二十位同事分五條線路 親自將大約180份熱辣辣的午餐 送到年長者手中 我們要在兩點鐘之前 最好在點半之下 即是點半之下一定要送到 因為我們每日是兩點鐘之前 我們要全部要送 完成了我們的工作程序 今天溫先生所送的第一個飯盒 就是方太家 方太今年已經九十幾歲了 雖然她的身體還是很健康 但已經不太方便出門 早安 阿牧 小心熱 底下熱 小心 有一個蘋果 因為三藩市交通湧跡 所以有時候也會導致送餐時間延誤 令到年長人士等待的時間比平時會長一點 早安 阿牧 早安 阿牧 送餐 正在等著午餐的第二位長者 是八十幾歲的徐太 她住在花園各廣長闊的一棟樓房的三樓 沒多久之前 她不小心跌倒腳 導致她行動不便 幾乎出不到門口 所以只能靠安老自助處的幫手 當雲先生結束了今天的送餐工作之後 回到薛洛夫爵士其英中心的時候 而在中非康樂中心的金剛平女士 就已經開始用餐了 當日記者Jason也來到飯堂 按照規定領導了一份營養餐 並且與年長人士一齊品嘗 今天我來這裡也要了一份老人餐 營養餐 看我們今天有魚、紅蘿蔔、白菜、米飯有兩種 我現在去查一查 我現在去查一查 嗯 味道很好 同記者同桌的是霍先生 自從退休之後 就從香港來到三樓市 同一個女團聚 她對午餐的品質感到很滿意 這個飯都是由營養師協助的 嗯 相當好 每天都有 有這個 有牛奶 都不錯的 就是這樣 午餐之後 金剛平女士 和朋友一起玩遊戲 她說自己很期待下個星期 可以去三樓市監獄島的遠足 嗯 應該 有時候她帶我們去旅行 嗯 她免費開車 我們 好像也許去 好像我們 在下個月中 就是 在這個海邊 這個 以前那個監獄島 以前 因為最初的人來的時候 都要在那裡 一年兩年 這樣子 然後才給上岸來 目前三樓市大部分的老人中心 都不提供晚餐 也都因為這樣 另一項美美營養餐服務計劃 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由兩年前 新造的一個計劃 就稱之為美美營養餐 Champs Program 那這個計劃 就是希望我們的長者 不需要再在傳統的 我們所謂的聚餐飯堂那裡進食 希望可以他們有更加彈性 來到我們Champs 那個 兩間餐廳那裡 任何時候 他們都可以吃到我們這個營養餐 而趙主任 亦都特別提到 當初設立美美營養餐服務 其目的是 向年長者提供地點和時間 都不受限制的低成本飯菜 自從Baby Boomers 我們一般所謂新的老人家 他們未必願意來我們傳統的長者中心 他們都可能很多 因為你知道現在他們越來越長壽 他們很多時候都可以自己出去玩 所以我們創新推出我們這個美美營養餐 希望可以吸引這個新的客群 葉海芳女士今年57歲 1997年她從香港移民到三藩市 從洗衣店退休之後 她開始享受退休生活 我想應該是有一年多之前 朋友介紹我們也知道 我們就參加了這個計劃 我覺得它令到我有機會 和朋友坐在一起吃飯聊天 因為它比較經濟 而且我喜歡它這個program的時間 很好很彈性 就不需要一定指定我們幾點鐘來吃 我們如果一有時間的時候 我們就會約一起來聊天 吃點東西 葉女士兩個小朋友大學畢業之後 都搬了出去 所以她希望有更多的時間 來做自己喜歡的事 我覺得它令到我們一班 已經退休的人 可以多一個地方聚一下腳 而且就是說令到我們可以 令到我們的生活多了一些時間 來做一些我們自己喜歡做的事 不需要擺那麼多時間去煮一頓飯 雖然葉女士對現在營養餐已經很滿意 但是她都希望美美營養餐計劃可以做得更好 希望她們可不可以定時地轉一轉菜 讓我們有多一些新的口味 不同的口味去試一下 但是這間餐館煮得很好吃 不過希望多一些款式讓我們再選擇一下 因為我們經常會來 在最近一年 添一座更加多了就是 喜歡三五成群一起來吃東西 聊天 我看到她們都挺開心的 當我們這班當年的嬰兒長大了之後 我們成為社會上的一個支柱 我希望可以用回我們自己的力量 去照顧當年 照顧我們這班長者 美美營養餐服務 目前有兩家伙食承包商 蔡鐵山先生早年來自香港 是東南風美食屋的老闆 他介紹了最初是怎樣去接觸這項服務的 會怎樣的 就試一下這樣 怎知道越做越 很多老人家都接受 都很喜歡 所以現在就 越來越多些人 就知道都會過來這裡吃 我覺得 對我們中國華人來更加好 為了大家能夠品嘗到新鮮口味 蔡先生也不停地嘗試創新和改變 每年都改一次 變化不同的執醬 或者是菜類 魚肉的變化 還有現在有中式有西式 他亦都說 和安老自助處的合作 亦都令到餐廳帶來了一些變化 現在在這裡 每天都要提供 差不多兩百份的美美營養餐 為老人家帶來新的生活空間 早上午餐 就是比以前多了很多人 就是比較輕旺一些 晚上一刻就影響沒有什麼 在最近一年 更加多了就是 就是喜歡三五成群一起 一起吃東西 聊天 我看到他們都幾開心 都希望可以繼續 看待政府和安老自助處 我們可以一起合作 做下去 相比客流量的增加 令到蔡先生更加感到高興 是每天工作的時候 都可以見到和自己差不多年紀的朋友 而在溫永泉在十幾年送餐的生涯裏面 留給他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一位百歲老人 送餐有一個 看上去年紀不是很大 原來他有一百零幾歲 那個老人家 原來他在我們安道那裏都吃了很久 送餐服務 在我之前 我的前輩已經送給他的 但他現在已經睡了床 睡床睡了十年都有 但我們一樣還是服務給他 一百零幾歲 就是最有印象這個老人家 而作為社區工作主管 趙昆蘭更加能夠從女性的角度 體會到一些深層的感動 我們在他們年輕的時候 一直照顧我們這班年輕人 當我們這班當年的嬰兒 長大了之後 我們成為社會上的一個支柱 所以我希望可以用我們自己的力量 去照顧當年 照顧我們這班長者 從整體來看 美國人口正在老化 美國家庭已經明顯感受到 壽命延長所帶來的變化 而營養對於老年人的健康 是非常重要的 怎樣憑借社會的福利 令到這些年長人士 幸福長壽 就是值得大家持續思考的方向 如果大家對本期節目 有任何想法 歡迎來到天下衛視官方網站 和我們分享 下衛視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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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衛視官方